入点师大副先知心理学家 然后也是排到了一张优势地图 带个移情追入点 咱们横猫往小木屋后面走 然后跳到前面去防止他进废墟 OK猫照到了 这种情况我教了跳入点师 应该在中间卡着看红光的 像他这样就要给刀了 赶路猫我们拿一刀优势非常大 但是对面还有个先知 不知道这把我搬的什么 好像搬的机械还是看烂来着 入点师创他直接跑路了 那我们放个狠猫朝两个板子走 这波也是赶路猫啊 那能咬到就咬到 咬不到拉脑了 这还真就咬到了 好像有机会啊 这是个大猫牵 可惜叫鸟了鸟不掉 入点师两腿一蹬 直接找心理去了 这边我不放狠猫 主要是怕心理把我猫吃了 如果援不住入点的话 那移情不能稳带走他 还好入点师给机会了 往后走了又回来翻窗 不是等会儿 我没交技能力敢直接反啊 原来是二挂师 那两个猫云直接带走了 下波是大副来就 不得不说这个大副玩的挺好啊 没手到什么节奏 这个点我有二接 热点师往哪里都死了 大家不要学我探财板啊 冷冷击倒是最好的 你像这里 还好对面上台废弄我房大了 不然得不常吃白丢节奏 挂飞之后来飞去找先知 这边开头看到了放个猫 不知道为什么他绕我脸上了 拉个猫架出废墟的窗子不让他继续绕 出刀后要往外滑 不让他把我们盖在里面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翻了个板又翻回去了 可能是想蹭板弹吧 完全没必要 我还有第二个跳 这样直接秒掉了 其实大副直接贴脸是对的 你要不要偷时间吗 无法被拦斜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的猫能咬住你的真实呢 这边把猫拉回来想晕下先知 但是时间没卡好 不过无所谓啊 单板玩不了的 这波挂上了电机不够 他们直接摆了 救的不救了 来刹新里收个尾 OK 这边博弈家跳 直接一个跳 跳到永远镇 健身杀画家 又能磕最好磕的金化CP了 不磕金化的都没品啊 这里压一下狩猎本能 我跟你们说啊 画家这个画 他是画的越多 晕了越久 这波我们直接放猫 他能放画的时候 我们刚好听听 而且这是一个短画 两个晕直接抵消 这波精神好了 他不教话 我们就不跳 如果刚好跳的时候教话 被打断了 那就拿不到刀了 但是对面直接翻窗 那没事了 精神都省了 一挂手持平平无奇 我就不放了 这里猫出去 想封几中手的电击 大副刚好过来了 我不管 我就直接炸 爱打到谁打到谁 不小心打了个针对 花家死都没吃出我的精神 那不好意思了 几中手要遭殃了 几球手我来了 两条跳到脸上 拉毛封出毒洞 靠近了直接冰 放一花左右摇晃 骗个飞轮 金化 cp我们走了 金鸡cp我们来了 前面的长板被画家造完了 那差不多可以收掉它了 经典扎猫跳打击球 没想到对面上白板大副来就啊 猫浪费了 那既然守不了 狮猫就放出去 准备配合拉猫 这刀打到大副了 无所谓 揪手 你猜猜前面是什么 把大猫圈拉回来 再躲一个爆发球 拿下 电击不够 最后打一波针对就结束了 这里我本来没分清的 但是大副屁股上的瓶子太显眼了 吓 哼